好控制器做好后我们现在来接下来要整理我们剩下的骨头 剩下这根骨头其实我们其实显示我们其实看不需要看到嘛 我们回到ObjectProperty这里 来这里有一个叫Layer的东西 他这里就是对骨头我们可以放到不同的Layer 他的使用方法跟Collection很像我们按M 就可以把移动到别的Collection中 这样就可以方便我们在显示的时候 比较好控制 这里先把FireFront关掉 好 然后在对于我们控制器做好后其实我们的骨头也不需要再显示名称了 名称跟轴向都可以关掉 名称跟轴向可以关掉 甚至我们可以不要infront我们就可以 显示在正面infront也可以关掉 比较方便我们观察 这里我们可以把骨 再来是把我们的控制器做分类 像我们针对要做stretch的骨头我们m 放到一个collection中 然后我们root 针对我们整体位移的 我们放到另外一个collection中 位移旋转 m 可以放到 另外的collection中 好 这里就是我们 不同的collection 我们这里点选就可以切换到 我们不同的collection 向我们旋转 好 这里 然后我们这按着shift可以把我们所有collection选起来 好在这里因为我们就算全部显示的时候我们其实会看不清楚我们 5个骨头分别到底是什么吗 我们这里再用bonegroup 我们来 针对骨头做 区分 这些群组像我这个 叫root root 然后我们把选到骨头把assign进来 然后我们这给它也是红色的assign 这样我们的root就会是红色 然后 再来 再新增一个 center center 然后我们换个橘色 绿色 换橘色好了 assign 然后我们旋转 新增rotate rotation rotate 我们绿色 rotate assign 然后我们stretch stretch 两根骨头选起来 再给它一个群组 stretch 蓝色 stretch 这样我们就可以用颜色把我们的骨头做区分 这样我们就在显示的时候比较方便去我们就观察 然后这部分就是关于骨头 骨头跟控制器的整理 这样我们就可以用比较好的方式来选取我们的 骨头啊控制器 把我们的身体 这个笔子 对我们就想要给我们的骨头 这个笔子 这个笔子 我们就这样 对我们的骨头 我们就在一样